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三角智英傑傳 上一集就搞定了山賊, 今集就看有什麼搞了 我跟孫乾聊天, 有一個使者來了, 他就說徐州的圖謙就來不行了 就叫我們快點去看看他什麼情況, 就快點出發了 如果有看三角智英傑的朋友都知道, 陶謙是會讓徐州給劉備的 這裏就是交代一些劇情, 陶謙就說他就來不行了, 有事跟他說 問劉備可不可以接受做徐州的太守 那微足微方都說這個是經他們文武百官商量完之後, 你是最適合做徐州太守的 那關於張飛都說有什麼好推遲, 所以就很欣然地接受了, 劉備都很欣然地接受了 然後陶謙就去了, 微足微方就加入了俄軍了 這個時候董卓殘黨呢, 為了得到國家的統治權, 就會相爭奪憲帝 然後曹操打敗了董卓殘黨, 救回憲帝, 就千刀再去槍 現在曹操控制了皇帝, 就好像太陽東升之勢一樣 那我想又過了一段日子, 那這個時候呢, 呂布就來到我徐州這裡 那他想怎樣呢, 他就說自從他輸了給曹操之後呢, 一直四處流浪 那現在流到尼徐州就想我們收留他了 那劉備就答應了給他駐紮在小配啦 那張飛其實就已經想殺了他了 那張飛其實就已經想殺了他了 那接著關羽就跟張寮出去吹水了 那這個時候呢, 孫潔就回來了 那這個時候呢, 孫潔就回來了 那他就說有陰差來了 那陰差就跟劉備說 叫我討伐華益藍的元術啦 那劉備想到沒有想到就答應了 那很明顯叫劉備討伐元術的是曹操呢 那但是, 劉備也不會理會是誰 劉備也不會理會是誰 那所以就要做的啦 那這個時候就, 啊 那這個時候就, 啊 交給... 需要的... 需要的人士啦 那其實軍樂隊呢, 那還可以留一留的 不過還是算了,因為都很廢軍樂隊 接著就使用 我不是扔轉了嗎? 還沒放棄 還沒放棄 不如把孫謙做暴兵 微竹做武術家隊 一轉之後,能力值都強化了 接著就交換 連環海 我想我會先升級 這個是二十級之後 就可以由短兵變長槍兵 所以先交給劉備 這個連環之海就會減耳的智力 給個聰明一點的人 其他人都是買鎖指甲就算了 因為懶 記得要裝備 記得要裝備 然後再加上槍兵 剛才拿到 即是前幾集拿到那些山賊兵 董娘和李明是可以一用的 因為李明都OK的 董娘就可以接受的 能力 但是趙河就很一般 這個時候裝備完 我們就可以出兵了 那這次就是打完術 我都不太記得完術有多厲害 那還可以選一個人 那我選李明 那我選李明 因為李明真的挺好打的 還有他 等級很低的時候 已經有 援助 補給的那些策略了 那原術呢 先說回這裡 皇帝就 給了意志 要我討伐原術 那原術就拿到皇帝的玉璽 在懷南之鋒為帝 那這裡交代回 原術有什麼 的 應變方法 那他就叫 原術 挑撥呂布 去 拿我隨走 呂布就 原本只吃過農民的呂布 居然想佔了我的領地 你不如找他吧 等下從此殺殺傷 除走 除走 這樣 借骨子大 加火 只要自己無知 定當傷 好 後禮相當 那在這裡 陳公這個 策士呢 是 就會叫呂布 呂布 照做 就是 拿走 除走 呂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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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這關其實是難打的 我們剛才看到了 紀靈應該是 紀靈已經轉了做 我們看看 轉了做重騎兵 而且他也有23級 我們看看他的攻防是235 218 235 218 我關於13級已經是235 是防禦力和他差一點 所以紀靈 都不算一個太強的人 但是在玄術軍裡面 他已經是最強的人 這關是非常難打的 其實要講的話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 我們除了要對付玄術之外 還要打增援的女暴軍 我先加一加速 可以加速的地方 我會加速的 原來還有一隊 樂袖這一隊都變成長兵 公仔都會不同了 這些是短兵 這些是長兵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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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記錯呢 那 女暴軍很快就會來到 所以我就不會向下進攻 那 那 我只會 引 這個 弓兵來 那 那 他能走到這裡 那 那 我在這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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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多就走到這裡 那 然後 就這樣 移開一些 這些 人物 那 他就只能打到劉比了 我不知道他會來這裡 還是這裡 那 應該他走不到過來的 應該只能來到這一格 那 應該 這樣就可以了 那 那 我想我一彎就可以解決他了 應該 我有這麼多 寶兵 那 這樣也有反擊 哇 好痛啊 一百三十幾打 那 我剛才 為什麼選擇李明呢 就是他 一出場 已經有援助這件事了 那 這一回合呢 應該 呂寶君就會 來到的了 那 那 呃 應該說 故事就交代回 呃 呃 呂寶君已經佔領了徐咒了 那 就 援軍都來了 了 那我現在被人 前後包抄了 那 那 孫賢就提議去 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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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全力擊退了呂寶君,這個陣功就是一個連盧兵 防禦力比攻擊力更高,他統率比武力更高 在這裏我就會準備好打呂寶君,放好陣勢 其實都沒有說放不放好 這裏可以加一加速 對,因為如果等他慢慢移,又太浪費時間了 現在要小心一點,因為他們的武道家隊 我都忘了有沒有葉火這一招 16級,好像升到15級就會有多一招策略 那首先接觸的就會是那隊 武道家隊,還有騎兵隊 那要小心張鳥,還有陣功 那連盧兵就會變得射程會比較遠 所以就變得比較麻煩 那盡量殺多少就多少 因為如果被他們一圍困住就 真的是很麻煩 那如果打不到人的角色呢,其實就可以 看看他有沒有一些策略可以用 沒有就沒辦法 那把潘公放在這裏 因為他比較好打 升級更好 因為我怕被他們打兩下就 差不多被他們賣單了 那當然沒有用策略更好 看看劉比有沒有 有沒有古墓 有啊,劉比有古墓呢 那就可以用 最多都是被人打一下 這個關順 但是打一下就混亂了 嘩 啊 還要不回復 那就麻煩了 那張鳥在這裏就 最好 那我快點殺了他先 雖然都很難可以殺死他 啊 張鳥會跟他報單挑 那就太好了 因為張鳥太厲害了 那麼早點殺了他 其他人都安全一點 那大家又看到 張鳥是所有東西都強過關羽的 那這裏都是用文字交代的 其實 那就是交代張鳥不夠關羽打 所以就走了 那關羽就升個level 那消失了一隊厲害的隊伍就非常好 那消失了一隊厲害的隊伍就非常好 那就是這個 這個十字 雖然都砌不到一個十字出來的 砌不到一個真正的十字出來的 其實就不是太重傷的 那就是這樣 那這樣移過一點 那劉比就走...走過去...那一陣 那應該可以的 那應該可以的 攻擊力高 那當然沒有 咦? 為什麼扣這麼少? 啊!在下雨 所以... 要看清楚才好攻擊 那之後有得飛帶的話 我都會飛一飛 如何要做一些世界 那背後會一定應該攻打一隊怪的 沒有了一隊去攻擊就idir 比較麻煩了 好痛啊 可以恢復了,那就太好了 這一邊暫時都OK的 如果想殺死這隻騎兵,那就要一些技巧 但是就很麻煩 因為現在火計的策略就用不到了 應該可以殺死這個武道家的 殺他之前還是要補血 補血啦 補不完的 因為補血都補到流比星level 這關可以移走關順 不要緊,選翁 出去捱兩刀 不可以放關順在這裏被人打 可不可以去那裏呢 移到 好 下一關,或者補了這三個部隊先 那現在就要想辦法殺死這個武道家 用李明打他一下 然後潘弓就搞定他了 好可不可以 冰種雙刻也是打得這麼少 好可不可以 好可怕 measuring 有些辜均 先出去 腳在撞撞 這樣不完蛋 就不要了 很好 那他現在的步兵都走出來打我這個簡翁 那我也要想一下怎麼搞 因為張飛和他都快不行了 他們就好像不怕死似的 下一關就到關順去喊 看看這樣吧 希望不要太重傷 那這邊就靠那些 找張飛頂一頂 還是打一下而已 對了 張飛原來都頂不到 張飛都剩下百多血 那這樣打應該就OK的 不要被弓箭手打到張飛 所以說這關是難打的 都要捱兩刀 關順又混亂 一刀而已 哇 他這樣都可以打到我 那就麻煩了 這個送還有二百 二百血 那我留給要出多一次人 應該要出多一次人 怎麼出得好一點 對 就這樣吧 用簡翁去寫射 未死 然後 接著用人德 李明就一定要補血的了,幫張飛 這樣也要反擊 好痛喔 看看阿耿武可不可以殺死他 幸好殺到 孫乾用來頂住這個 賊兵 讓他不要走到阿簡翁 只剩下三隊 不要緊,因為張飛很危險 只剩下二百多血 好痛 快去恢復 恢復了 就好很多了 這關應該可以殺死 希望 也不是希望應該可以殺死 因為 只是這兩隊騎兵 應該就搞定這個 偽族 看下給誰 賣單 給關順 因為剛才被人斬得那麼痛 現在就看看怎樣殺這個賊兵 15級,弓兵就有換助這一招,非常好 找劉比去斬那刀,應該差不多死了 我不信斬你不死 然後找部隊圍著這個陳弓 他都打不到什麼 現在只要殺這個陳弓 我就可以全力去打 全力去打幾零 冰種傷刻都打不到幾多血 我只要砍一砍他一刀都加21EXP 那15級就學了葉火 非常好 工兵隊有了換助之後就好打一點 應該是容易打一點,不是好打一點 希望關順都快去15級 可以補一下人血 這個時候就是補血的時機 其實補血就很靠 所以要叫劉比的 開頭 所以叫劉比快點回去 去加回他的策略值 好可怕 順手提一提 那這個時候會有很多 好可怕 順手提一提 連奴兵的攻擊範圍是很有趣的 不過我稍後再跟大家說 因為掃不到給大家看很難說 應該扣了一些血 那我也補一補 原來扣了這麼少 可以補血的部隊當然是自己補血 其實現在最害怕的就是不夠時間打 因為30 只可以走到回合30 但是如果要過這條橋就很麻煩 這些部隊會頂住你 再說出血 就可以走到回合 那是很難看的 所以我以為是可以走到回合 所以我可以做到回合 所以我可以做到回合 從小的角度 就算是可以走到回合 所以我可以走到回合 然後把那個角度 做到回合 我可以走到回合 然後再到回合 潘弓都可以的 那我試一下能不能引這個 武道家隊過來吧 那一堆人打一個人應該OK的 是不行的 剛才同女暴打幾乎都用光了 幾乎都用光了 如果這關要打多一次 我就會分開兩段來拍 就引幾隻兵過來 應該可以引到武道家隊和弓兵隊過來 因為流鼻還要慢慢回回一些策略值 所以就不要緊要的 那個武道家隊應該走不到出來這裡的 雖然這條蛇是可以走到這一格 但應該就走不到的 那希望他走遠一點讓我打到 那他走不到出去的 那希望這一回合可以殺死武道家隊 最少都可以 應該可以的 對了 有這麼多攻擊力很高的人 有那麼多攻擊力這麼高的人 被關信殺他應該就可以有 援助 我不強行走進去打他 當然 我喜歡 簡單走過去 他可能會退一格 那我就很難打 隨他隨便 找一個人打 那我還是補一補血 那 劉備都回得差不多血 不是差不多策略 那這一個 弓兵呢 我給 要是孫乾 要是就關信去殺 血就回得差不多了 血就回得差不多了 那再補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們最好就一次過可以衝到這條村裡 那 小心點 不要引了落袖上來 看看這個 關公去不去 去不到 那 那 就用一些走得遠一點的部隊 那 就用一些走得遠一點的部隊 對 對 對 這樣就適合了 關羽可以一次就 佔了這條村 不要理他打不打到敵人 那 那 張飛就 放在 後面 那這個 潘公就用來頂住敵人 先 因為他會被人打得很慘 應該 那 那 的話 我就 加一加他防禦 先 燒一燒 我又沒有看到天氣 太好了 那 熱火是不錯的 有不錯的攻擊力 那當然不要加錯在不適當的時候 那 那 或者可能 這次會不夠時間打的 加了防禦力好些 沒有被人打得那麼痛 那 張飛就不要放他在後面 我也怕他會被人砍死 那 劉備就不怕 劉備可以 靠前些 劉備也是一個強力的部隊來的 那 我應該 活著最適合 那 算了 都出了 那 自己保自己的血呢 好 那 那 跟著就 看一下他怎樣打了 那 那 跟著就看一下他怎樣打了 敵人都有換了 已經 好 記住 頂住 他們 好 麻煩 還有500多 那 關於就不用怕了 那 其他部隊的攻擊力都不夠高 那 所以叫李明去 打一打他 好 原來 那麼少血呢 那 那 孫乾 其實就 不是好 打得的 所以就 打一些弱點的部隊 那 那些 武兵隊呢 其實都很差 除了留比之外 對 還有五個回合 希望就 應該打得贏的 理論上應該就打得贏的 我 這樣 嗨嗨嗨她 他都慢慢扣 血了 張飛應該是...他打不死張飛的,所以就不需要太擔心 他應該擔心一下自己了,那我的部隊都開始慢慢升到一個不錯的級別 他靠錢是想頂著我的部隊,其實就沒什麼用 死吧他 希望這一關可以殺到這兩個步兵 他對,他是否... 我決定他是做事 我決定是很前面 我決定是要嚴重 我決定是說不定 我決定是戴上超級積極的 戴上黑暴露 那應該就很輕鬆就可以過這關了 好痛好痛好痛 那還有三回合就會被人說我不夠時間打的了 所以就要快一點點 那我想我拿不到那邊的寶箱了 所以都放棄了 就是這裡這個 那紀靈就在前面頂著我 好像不記得這裡是否有單挑 不過都可以博博的 那找人搞定這個軍兵隊先 這一關可以搞定這個軍樂隊 其實這個 這一關他 嘩 他的勝利條件呢 是變了的 他有兩個 就是全滅敵人 嘩嘩嘩嘩 嚇死我 全滅敵人 或者留給他到西北邊的咬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那現在當然不需要 那在無損 所有 人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打到 這裡 都算是這樣 真的 因為真的 很難打 那大家都去抽一下水 先 那抽不到水的那些 就補血了 可以幫其他人 那 那如果有單挑呢 那就會結束 戰鬥的了 那所以 就補血先 幫其他人 那我怕 我就是怕他們 攻擊力太高了 關羽 張飛 那所以就 不 不叫人 再打 紀靈 那我猜是張飛 會跟他單挑 那所以派 關羽去 斬一斬 紀靈先 那如果沒有人跟他單挑 那最好呢 嘩 張飛這麼低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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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失策了 那都被他打死一個 那的話 尾刀就留給 那個張飛 張飛太低級 了 好 那我擊敗了這個 原術軍 那 那跟著 那張飛就說 呂布這個畜生 那大哥關羽 我們馬上回徐州 殺了呂布 那關羽就說 我們現在回去 打贏 打不贏他 那所以我們還是去去槍 偷靠粗粗 那我們就出發去了去槍 好 那我想今集就來到這裏 因為都很長 很久了 對啦 那下集就回來 講 曹操 會點對我們 好啦 那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